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2019年10月31號 禮拜四的盤友解盤了 各位朋友朋友 今天是10月份的最後一天 去回想一下 10月份有發生哪些大事 有沒有讓你股票賺錢 哪些大事 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投資產我付出了 這個算投顧界的大事 可是不算投資界的大事 哪些大事發生了 那你有沒有賺到錢 去回顧一下 溫故知新一下 11月份12月份 1月之前的一個選舉行情 你要不要賺錢 有些答案是取決於各位喔 好不好大家好 我是某證券投顧 強調證券投顧 某證券投顧的 分析師 投資長 郭子宏分析師 也是證券期貨的 酸分析師 也是台灣LINE粉絲人數 最多的分析師 也是 經濟日報全國冠軍 有史以來 最高績效的 紀錄保持者 大家好 我是郭子宏 歡迎收看我們的 榮耀瓦哈爾街 好 從這邊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10月份過去的 嶄新的11月份 你要不要去獲利 11月份行情不一定會大噴 就習性而言 可是它不會差 為什麼 就算我講的消費萬計 消費萬計 還有什麼 今天是萬聖節是不是 好 我們要過節日 萬聖節聖誕節這些 這些消費萬計 來的過程之中 它一定有一些消費需求 即將來臨怎麼辦 或者未來明年的消費需求來臨怎麼辦 你看看今天頭版新聞 它今天講聯發科 5G需求的超預期 聯發科的5G需求一定是非頻啦 非頻手機嘛 那昨天華爾街最新的新聞是說 5G手機 我本來以為是要後年 5G手機明年iPhone 要實施 5G應該是這樣 5G手機明年iPhone 它要販賣新型的5G手機 哇塞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手機要有 基地台沒有架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用啊 廢鐵一般啊 所以如果iPhone它已經要 真的明年要真的要5G手機 哇那些基地台的想像能力喔 要鋪建的一些經費 那些產商投資 造成可能股價的一個增長 可能超無你想像 我本來以為5G還要好幾年 沒想到像這麼快 所以 以後你一定要觀察5G的一個概念 但是你這個題材喔 畫面給我 畫面已經給我了 製作人在笑我 這5G題材喔 那畫面可以報紙啊 5G題材喔 其實已經炒了半年一年了 那你最後還會不會再炒 還會不會再拉 還是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它還沒有完整的夢 它還沒有 在iPhone還沒有正式上線之前 如果它確定在5G手機之前 等於iPhone5G手機正式上線的時候 那個夢才會先中斷一下 好我先跟大家講好不好 超誤預期 都有0八顆這樣講的話 因為0八顆其實 蔡立行 執行長蔡立行 他講話是很保守的人 那代表他是有所把握的人 好這加上 呃其實等於台積電的擴大資本支出 那代表他們其實 其實很多訂單喔 都是前一年就知道 代表明年的5G需求 你一定要是 focus在5G需求 那5G需求 我先話跟你講一件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說文貌 350的文貌 有點高 你有沒有看到 哇350文貌 我說有點高 我對你很好喔 展那一天我說 不用追 兩種不用追 窮控莫追 標太多不必追 窮控莫追是說 太爛的股票 你也不需要買啦 好不好等它打底完成 什麼要打底完成 你去看一下這件事情 底部的股票 你一定要等它打底完成 勝利嗎 victory 勝利 投資朋友 今天有沒有勝利 有 我比個業 雖然我不姓業 我姓郭 可是比個業 雖然我不姓王 我沒有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 可是 投資長 姜是老的辣 也不姓姜 對一下子講到三個姓 可是我跟你講喔 這些 因為我有認識 有認識一些分析師 跟我不錯的 也有姓業 也有姓王的 也有姓姜的 這個沒有特別針對同業 我先講清楚 因為投資長 我認識很多同業 在投顧界久都知道了 私底下都有一些好朋友 所以我跟大家講 當然也歡迎大家來摸我投顧 大家一起奮鬥 之後我跟大家講 那不扯遠了 不系列 也不姓王 也不姓姜 我是姓郭 那 勝利的 V 那投資票 底部打底完成了 這是底部 這是真的底部 這是真的底部 是真的底部 這是真的底部 那底部 今天很多人問我第一件事 投資長 為什麼你知道 勝利要實施庫殘股 其實有時候不是我知道 應該是說籌碼先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投信昨天是先買的 在我錄影的時候 投信資料還沒出來 可是外資其實有一些消買了 那這代表什麼 公司派願意做多 投信 可能知道消息 會再看技術線型 沒關係 可是至少技術線型它不差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的邏輯思考很簡單 我建議你不要存技術分析 你不要走火入魔 我存KD派 我存季線派 因為季線派走火入魔怎麼樣 線型派走火入魔怎麼樣 季線跌破了 股票在崩的過程中 假設 跌破了有些人看半連線 半連線跌破了看連線 連線跌破了看什麼線 連線跌破了看什麼線 連線跌破了看 看十連線看五連線 甚至看三十連線的 這個會一直給自己 持股續爆的一個理由 這很危險 第一件事情 技術線型不需要太 太著迷 可是一定要重視他 有些線破了就破了 可是 最好的是技術線 人家籌碼面 人家基本面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剛才順便講 勝利的基本面 不差 所以你看到投信在買了 有沒有看到 可是你有看到為什麼 勝利跟台俊 就是台俊比較厲害 勝利你去看一件事情 勝利的線型 不錯 是底部噴出第一顆 我對你很不錯喔 這是底部噴出第一顆 沒錯 欸 那 台俊是什麼 台俊是高膽整 欸不算 台俊等於是整理 他不算底部 可是他已經 整理很久的噴出第一根 我錯啊 我都知道 今天流山影線 拜託 台俊這種股票 就要天天漲不停 他還不能漲停耶 漲停我還怕 不用怕 為什麼不用怕 因為今天沒漲停嘛 漲停我還怕 我很有信心 為什麼 我一直這樣講 我就選股票選基本面 技術面 你剛才我們看了一下 我有時候講話跳著講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的大盤比重會降低 我個股比重會多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加入我們行列的人很多 你有興趣 你有興趣你自己來電洽詢 0800668085 0800來來幫您幫我 這個不是惡搞的電話 是真的電話好不好 或者加我 小老鼠 你私訊我 我們現在是堅強的團隊 你私訊我 我大部分人都會回 99%的對話都會回 除非你說 你股價怎麼跌了 這個就 來找查 我就沒辦法回了 因為說老實話 我昨天講哪幾檔股票 我看一下 第一個我講台俊嘛 對不對 昨天講台俊嘛 然後講勝利嘛 今天上櫃子是不是 你今天有件事情 我講股票 我跟你講一件我很簡單的事情 我也不用捉迷藏 為什麼我會成為玄武冠軍的秘密 你知道嗎 要做個波段 要做個波段 我不要只賺10% 賺10%你怎麼變成夫人 你怎麼變成95% 我的報酬是95% 你沒有聽錯 他是玄武比賽 而且 不是只能壓一檔 一檔股票壓隊 散95% 其實不難耶 不難 可跟無檔股票 你每個禮拜至少要無檔股票 你要重要化至少無檔股票 一記下來95% 這個難度 高多了 我講的是實戰小學 怎麼樣成為玄武冠軍的秘密 我告訴你 做個波段 所以 做個波段 做個波段的前提是說 我股票 我不會一直換來換去 我對我的股票 我有印象 有印象啊 這我跟大家講 台俊我跟大家講 像以前 我台俊 我在十幾年前當分析師的時候 台俊 我會取名字叫做什麼 鄭成功 為什麼鄭成功 台灣的炎平俊王嘛 都知道你怎麼不取名字 跟別的老師取名字 我跟你講一個小小秘密 我也沒特別攻擊同業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現在都取名字了 我現在就不取名字了 我不喜歡跟人家做一樣的事情 這就是我郭哲隆 這是我郭哲隆 這沒有什麼好或不好 對或錯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頭長 你的話 有些話好像現在 在網路上會聽得到 這基本上都是我原創的話 比如說我跟你講 一切的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不論對或錯 一切的一切預告在前面 這個就是我原創的話 很多人都會懶懶上口 我覺得這沒什麼不好 好不好 我帶動很多蜂巢 就像我跟你講說 Line 你Way and see 摸摸頭顧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Line 當初是我帶動蜂巢 不然不會六萬多人 我不是跟你碰轟的 這個上網去查都可以 有新聞還因為這樣做一篇報導 Line 到時候因為他要漲價了 我要抵制 抵制他 真的他漲價太誇張了 本來大概兩千塊 以後一個月像我這種粉絲人數 一個月要變兩百萬 這太誇張 到時候Line 摸摸頭顧你就看到 所有同仁其實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什麼 到時候換 取代Line的一個軟體是什麼 都想好了 到時候你就看到 就會變頭顧的一個標桿了 我真的很認真跟大家講 好不好 當然 歡迎來摸耳 不論你是要 是參加我們會員 或是變成同仁 我常常跟大家開玩笑 是說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你想要更多嗎 歡迎來到more more 就more 以下英文的意思 更多的意思 好不好 這就跟大家講 好 除了這一外 所以懶懶散口 所以我要跳回來的 台灣言憑俊王 以前我叫鄭成功 記起來沒 我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一直用這梗 他就台軍教 台軍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投資長 你怎麼知道 畫面給我 你怎麼知道新聞會見報 今天證券版頭版新聞是這個 台軍每股賺3.65元 且預期明年也是豐收的一年 預期 法書會報息 已經跟你講了 然後跟你講看這個 台軍證券版 C版 經濟日報證券版 頭版 頭版 證券版頭版 每股賺3.65元 跨工5G填強 5G的 後勢動能強 投資長你怎麼會知道 我已經跟你講一件事情了 籌碼有時候會先告訴你 那我要籌碼論喔 也不行 為什麼你不三整均衡嗎 籌碼面 技術面 我一直跟你講 籌碼面 技術面 技術面 你不要說我是什麼派的 對不對 我不是什麼派的 我也不是什麼環藝派來的 我誰派來的 這個好像10年前人 笑話算了 這是誰派來的 你聽不懂對不對 聽不懂表示你很年輕 就是 你的英文名字叫做 Y-U-K-I U-K-I 好很冷很冷 我覺得這樣不專業 我們回到這邊來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喔 反正 可是你怎麼知道公司派的想法 其實 籌碼會告訴你 我們來看一下籌碼 很多人喜歡看我節目 我不只是要說給魚吃 你想要有釣竿 你想要學怎麼釣魚 我也教你 你看外資買多久 這外資真外資 我還跟你講外資 事實有兩種 外資有兩種 真外資講外資看一下 台駿外資真的買 昨天投信 受不了 也買 你看 拉起來 今天有價有量 我就說 昨天其實 maybe你看到 很多老師有講台駿 可是 我們的台駿是什麼 我已經講了 我錄影第一天 除了跟你say hello以外 第二天以後 我開始每天講的股票 就是台駿 他還沒有噴出 透明 你要選的老師是要選什麼 你要選在這邊才有意思嘛 這邊開始就觀察了 深深深的開始慢慢的進場 這邊才有意思嘛 你只要突破106 107 108 110了 你今天受不了去追了 今天最高多少 最高這不是這個價錢嗎 最高是什麼 最高是109.5 那109.5還說 哇塞 我要追了我受不了 你今天反而第一件事 問我 投資產我買到109.5怎麼辦 就有人在問我這樣子喔 有人問我這樣子 我不會回答 為什麼我不會回答 因為你在出欄提給我 第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買的股票占數 不知道占數差很多啊 因為我不知道你資金啊 所以我覺得最好行列是什麼 你要加入我們行列 你要加入行列 有時候不是我不講話 而且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我一個手機 我真的想跟你看啊 一個手機 我到現在為止 我一兩萬封還沒有回 兩萬封簡訊還沒有回 可是現在有啦 現在逐漸新的有啦 因為就是我說 我是一個堅強團隊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都有回 可是之前一兩萬封 我沒辦法回 所以你問我一些東西 不是 如果不是會員朋友們 有時候我們要第一時間 很詳細的跟你講 你跟我說Say hello 基本上我也會Say hello 我是跟大家講 好 那時候我講我的原則 來 技術線型 要噴出去在這邊 這才有意義嘛 然後看籌碼 配合籌碼 我已經要點籌碼了 技術線型準備噴出 籌碼面 基本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台郡基本面 你看一下 這邊 這邊 頭上這麼多數字 你看我走 沒關係 你再看這一欄叫 1到9月 有沒有要多 有喔 除了2月以外 這20億 這邊20億有沒有看到 10億 14億 16億 15億 25億 26億 30億 有變多 年增率呢 也逐漸的 這邊從上個月開始 怎麼樣 由負的轉正的 由負的轉正的 累計營收也越減越少 去年 本來跟去年 跟台積電一樣 跟去年比感覺好像 差不多 甚至可能甩腿 可是看起來好像 倒吃甘蔗的一年 倒吃甘蔗的一年 所以你會問我 今年台股代表字 我會給你一個字 你知道嗎什麼字 甘 哪個甘 甘啊 這甘有三種意思 什麼 倒吃甘蔗的甘 倒吃甘蔗啊 台積電也是營收這樣子啊 貿易戰的一年反逆轉勝 外資也這樣講 你看一下 這甘 這甘 來來來 這新聞啊 跟我想法是一樣 外營驚嘆 台灣賽翁司馬燕之飛福 貿易戰輸家 我那時候傳染說過 我說其實川普不爛 習主席不爛 台股整整崩 欸 有那時候上半年好像真的這樣 下半年 這也是為什麼 我 我 現在我決定 因為其實之前就有決定 只是說 正式的 我決定說 這空的時候 你要該認錯的時候就該認錯 空要翻多的時候翻多 為什麼 當一個很大的利空 他還不跌的時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利多啊 這 很邏輯這樣 當很大利空跌不下去的時候 代表後面有更大的利多支持他 你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一樣 請問你 台俊為什麼我說丑馬面 昨天是什麼日子 昨天是法術會日子 你不要去想這個事情 法術會有好有壞 昨天是 居然是什麼 居然是 公司在轉股的日子 公司在轉股是什麼 公司在轉成股票 我發行公司在馬 我誰認定 你會認定公司在馬 你會買股票對不對 你不會買公司在 公司在買股 很多都是公司派 或者公司內部人士 或者是內部人士 熟悉的人士 公司在轉股的一天 你幾百張以上 幾三千張以上 賣壓 怎麼反而是拉一根 更確立的是多頭走勢 邏輯 我一直跟你講邏輯 從籌碼可以看很多東西 可是籌碼你要配合很多基本面 你要配合很多的研究 你怎麼知道 剛好公司在轉股第一天 我知道啊 所以這就是你要找我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是要跟你胡扯 我看到展廷我就跟你講 看到展廷我就講 我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很顯然 投資朋友也不喜歡 所以他特別喜歡我 因為我講什麼東西都是有邏輯的 投資朋友就清楚 想想看 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的 除了這以外 我順便來跟大家講 說 來 乾 第一個字是乾 倒吃甘蔗 台股也是一樣 前幾月營收 還在累計衰退 跟去年同期比 現在已經跟台積電快要 今年可能說不定會變正了一年 台積電也是一樣 變正了一年 累計營收跟去年 累計營收就是 一到九月跟一到九月比 我只要累計營收 今年一到九月跟去年一到九月比 乾 倒吃甘蔗 第二個是乾什麼 是什麼 乾草人物 很多其實 你 其實他慢慢的 奧代補 像台積電一樣 以前認識他 可是你看股價不知不覺 噴出去了 很多乾草人物代表股 他本來噴出去了 你不再知道的東西 金像電 欸 勝利 這些股票你反而噴出去了 乾 你懂我意思嗎 這我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然後最後的乾呢 是什麼 如果你發現 今年最後十二月的股票 台股是收在相對最高點 甚至突破一萬一千三百 甚至突破一萬一千五百 那你就會說什麼 很乾性的乾 這三個乾 台股代表字 那你一定想問我 欸 投資產 你真的很會 很會講話 這個是你想很久的嗎 沒有 剛才邊講邊想 可是這個乾真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乾 真的是很代表台股 今年的一個字 好不好 道士乾這 很多乾草人物代表股 默默無文的股票 台軍還不算默默無文 很多默無文 他噴出去了 應該說他乾草人物應該這樣講 阿甘型的人物 他就是電影阿甘 你有看過嗎 阿甘正傳 不小心暴露我年齡了 沒關係 好 電影阿甘正傳 就是你很默默耕耘的人 像文帽 默默耕耘的股票 你反而有噴出去的股價 你懂嗎 乾草人物 台灣也是這樣子啊 也是中美貿易戰的受益者 他什麼也沒做 他什麼也沒做 為什麼他像股價最強 因為別人做太多 香港的那個抗爭運動太多 我不去跟你講政治誰對誰錯 我去講這個東西是香港的情 可是抗爭運動多 你是台商 你錢秘密放在香港 你飛機進去 你不敢出來 你出不一定出來 你一定會把錢移過來嘛 那台灣默默做事嘛 默默做事 藍跟綠我都有投過 你不要擔心 現在政府的確他很聰明 把錢移過來嘛 今天喔 國巨阿 國巨的總事長阿 人家問他說 你對那個被動元件的底部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底部過去 他不敢講 他對台灣的說法是有意見 他說 你應該把資金移過來 趁這個時候是資金阿 因為他知道 香港動亂阿 對不對 你知道香港動亂阿 跟香港很熟阿 好不好 前妻 好像是香港的明星嘛 也有人說不是前妻阿 算了八卦故事 我們不要那麼沒禮貌 好啦 那扯遠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把資金移過來 所以台灣是怎麼樣 稻吃甘蔗阿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一樣阿 什麼看法一樣 同事沒有 外資驚嘆台灣賽用司法 焉絲飛斧 如果你看我節目也知道 200 現在多少 2016年 2016年 我給你看K線 這個是臨時加碼的 等一下喔 讓我看一下 我臨時加碼奉送大家 一個歷史故事 你就會覺得我對你不錯 2016年 2016年 是不是6月 這邊 這邊 你們看 你們看 這天我就記得了 6月24號 什麼日子 6月24號 你們看看這邊跌多少點 這邊有數字 這邊有數字 你們看一下 我把 你們看這跌199點這一天 為什麼看不到 好吧 看不到算了 沒關係 你這邊點喔 你看這邊有個白色寬觀 這邊有白色寬觀 跌199有沒有看到 這天跌199點什麼日子 這天跌199點喔 是那時候脫歐 脫歐決定要脫歐了 決定脫歐了 是不是一個利空 哇 以後可能還不起錢啊 到底是要歐元還是要用硬棒啊 當天跌199點 跌完以後對不對 大利空喔 你自己看大利空 我很開心 那時候我還推199專案 最近喔 但是最近 喔 完全不用推 因為我覺得標股有時候 就最好專案 麻煩了一大多人問啦 更多人來問 推199專案 所以我記得跌199點 因為你推199 剛好順勢 哇 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喊空 被嘎上天了 慘了 學問冠軍也有 倒逃災的一天 所以我印象很辛苦 大利空 他還不跌漲上去 那後面有大利多 果然一路漲 果然一路漲 所以我會跟你講說 為什麼貿易戰 我也跟你講 我不要去死空死多 我說明哪一天我會做空 可是現在目前維持技術現行 他就是創新高 我們要尊重他 我以前唯一有常常錯的地方 就是我不太尊重技術現行 我現在就尊重他 那每個人都有看法 我沒關係 我誠摯不起 當然我就跟你講了嘛 我這麼多粉絲 活到現在 一定是喜歡我的比較多 可是網路上 你有時候會看到 反而是有些批皮音量 可是我都要尊重他 我都尊重他 可是至少我可以跟你講的是 你看我久了就知道 我的股票有價有量 什麼叫有價有量 你去買台俊 我的股票 我用行動來證明你 我郭忠祐不會也不想跟主力配合 為什麼 主力不需要跟我配合 他要買台俊股票他自己出 他一天就可以出十幾億 他不需要跟人配合 你懂我意思嗎 他要出就出 他要買就買 一般主力也不一定拉得動 只有什麼拉動 只有基本面 籌碼面 基數面 一起來拉動他 這種大型股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 就像有台灣50 我說台灣50你好厲害 就有人說你就要拉得動 我沒有拉動 只是因為台積電拉得動他 台積電為什麼拉得動他 因為台積電是台灣50 最大的權值股 我那時候說台灣50 你要買 那時候我說 雖然之前我說比較看保守一點 可是我說就看台灣50 你要買就買台灣50 台灣50漲很多 真好啊 他還有什麼好處 哪一天台積電不行 如果鴻海行的時候 他股價照會漲 只要台股創新高 他照會漲 所以我是給你一個邏輯思考 籌碼面 技術面 基本面 同樣的 你看一下 同樣的是勝利跟台俊 為什麼現在台俊比較強 你不要去看這善影線 你要去看這線型更漂亮 量價奇延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連續展兩天 因為我說看籌碼面 就看得出來 看基本面也看得出來 這是台俊的營收 我覺得你要看這一欄 這1 2 3 4 5 6 7 1月 逐漸增加啦 那勝利呢 還好 你看上個月還在衰退一點點 有沒有 可是 可是 那投資啊 這個台股票不好 可是機器不一樣啊 什麼意思 我問你一件事喔 你畫面給我 你是老師 小明 一個小王 小王啊 講小王好像 是不是有綠帽 什麼 好啦 就小王啦 你們就記起來 小王 小王 他從90分 考到91分 很厲害對不對 可是跟小明 小明從30分考到60分 哪一個人比較感動 小明啊 你會覺得他人生無限可擊啊 他人生無限光明啊 所以勝利他 你會感覺 機器不同嘛 人對他的期待不同嘛 機器不同 可是 所以他股價機器不同 可是那是老師看待 可是實際上股價還是要買最強勢的 就買10年前 20年前買台積電跟聯電 買老大跟老二還是有差別 所以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說要做比例的話 我會覺得台郡會勝過勝利 可是勝利也不差 因為他低機器 股價便宜有時候就是個優點 這配合基本面從哪邊 所以今天教大家很多東西耶 所以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問顧知心好不好 我昨天到底講哪五檔股票 來來來 朋友你看 哪五檔 台郡低檔啊 我天天都在講啊 你知道我付出到第一天 我除了say hello以外 我之後就可以每天在講啊 這朋友你都可以見證 你看他賺多少了 很多人問我說 投資長 你這個會不會貴 我說 你看你買幾塊啊 你看你買幾塊 如果以後你是買到150塊 你會覺得會貴 如果你是買90塊80塊 你不會覺得會貴 因為一站就差6萬塊 投資長你這是代表目標價 我沒有 投資長我做任何的建議 沒有我本資要請公參考 我一直跟你講 我們是合法的證券投顧 我一直跟你講合法的證券投顧 我在講你這件事 我最快速跟大家講 你一定要 很多人對投顧分析師 有些人有很好印象 有些人有不好印象 可是我跟你結論 合法的總比不合法的好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只要看到很多 其實已經看到法院很多判決書 我已經看到了 你不論是賣軟體的 然後或者是收課程的 或者是你甚至訂閱制 最近很多人被抓被起訴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搞清楚 投信證券信託及顧問法第四條 你只要給意見 什麼叫意見 不是推薦喔 推薦說我覺得這個很難股票很好 只要給意見 我覺得這個天氣不錯 我覺得這個都算意見 你懂不懂 股票的意見 股票相關法 給籌碼給記憲人什麼 他都算意見 只要意見加收費 我只要給你收費 我看他給你收錢 他又給你意見 很多人說有什麼法律 說我沒給你意見啦 股票找上去 有些訂閱制 有跟我抱怨 訂閱制 我跟妳講過 他自己自打嘴巴 他承認他有給你意見了 這個 就可能會被人家檢舉及申訴 而且被起訴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想跟你講 就是說是非常大 因為明顯不合法律 我已經問過官員們 我也有查詢過律師 這才是我回到摩托頭顧 最終的一個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 因為我要做合法的事情 好 所以一定要分析執照 沒有分析執照也不行喔 那有分析執照 然後沒在證券投顧上班呢 要證券投顧喔 那也不行 這就是法規 好 這就是法規 好回到這邊來 我說我回到這邊來 第一天就講台俊 最後我要再跟大家講 6238 我今天花很多時間跟你講釣魚 昨天武膽講6238 講台俊 講勝利 今天講籌碼 細微今天也拉 紀錄線型看起來也不錯 可惜是法人還沒有買 對不對 我都跟你講籌碼了 法人還沒買 你看這邊這邊這邊 可是今天就是漲嘛 今天台股是跌 上桂指數也弱 金像電 可看起來我的無檔股票 像前四檔都漲 你自己回去看我床播好不好 頂多核大就要平盤 所以這是魔法力量 不是 這只是我認真苦幹實幹 研究的一個結果 它只是結果 甚至於是過程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所謂的結果是 我帶著你一起獲利 去想想看 無檔股票 我昨天講無檔股票 我不要每天天花亂墜 講一堆股票 你講一百檔股票 總有一檔會賺錢 我不要 我慢慢跟你講 什麼原因 為什麼邏輯 自成選股冠軍 紀錄保持者的威力 為什麼 我去跟你講無檔股票 你去想想看 邏輯原因 我選的股票有價有量 我不需要也不喜歡 跟主力配合 這我很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我股票慢慢慢慢的 還有其他陸續股票慢慢浮出來 可是我希望就是 所有的股票 我希望 不論什麼等級會員 我希望無檔股內 不論對或錯 我一切的一切 預告前面 我還有一些股票 等著你 你準備好了嗎 投資長 我準備好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行列 你可以0800668085 0800來的80幫我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